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 非常的精彩 是2016年春兰杯八强战的一盘棋 黑白双方呢 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也是时下可谓是当红小生的两位高手 黑棋是柯杰九段 白棋是米玉婷九段 都是非常年轻的九段棋手 现在这个局势呢 可以说是处于一个白热化的状态 各位可以看到白鞋的这块棋 在眼位上呢 还有点欠缺 但是黑棋如果说想要吃白鞋的话呢 要进行比较丰富的一个准备 尤其是在外边的这个情况 如果黑棋补掉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不走的话 白鞋只打了一冲 可以这个子呢 就是这两个子它就连不回去 那如果说自己补一手 外边呢 这两个子 又会出现问题 白棋可以从 外边一断 黑棋长的话 白棋这么一长 下一手棋 吃掉三个 跟搬出来 白棋又是可以 必然能走到一手 面对这样的局面 黑棋能否用一键双雕的方式 又补掉这个断点 同时又能把这个打吃的问题补好 这样呢 才有可能去考虑来杀白棋 那在这些细节方面呢 我们的职业高手是会给我们带来 非常精彩的一个计算的表演 接着我们来看 下一招棋 黑棋 头上 依靠 这手棋也是奠定了黑棋最终获胜的关键一手 这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变化 我们慢慢的来拆解 首先 如果白棋挡住的话 黑棋就一断 如果白棋吃 黑棋粘 白棋无论是吃哪边 吃这个吧 然后 黑棋把这个补上 这样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白棋局部的这个眼位是什么情况 黑棋把这两个断点补上之后 最关键是他这个子放在这儿 也就是说 下一手棋 他从这里一冲的话 白棋这里是一个假眼 在这个过程当中 黑棋需要把这个胶还掉 也就是打湿的先手 因为关系到自己的这个气的问题 这样确保万无一失 白棋如果走在这儿 做眼 那么这边呢 他是做不出这个第二只眼的 就是在这个局部 我们要考虑一下 假设黑棋这边有紫的话 白棋可以 黑棋可以从这儿加一个破眼 但现在呢 也就是说白棋的这个一路斑它是先手 我们可以看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边 黑棋如何来破掉白棋这个第二只眼 就是一路拖一手 白棋不能挡 黑棋可以从这边搬一个 如果退或者打吃 黑棋都是单粘 这样 走这个我就打吃 你走这儿的话就冲了一扑 也就是说 在这个边上 如果轮到黑棋下的话 白棋是没有演的 通过这个变化 我们首先有这么一个了解 那么 这个棋就是 如果黑棋靠的时候 白棋挡了 被黑棋从这儿断 打吃这儿 先不成立 我们再待会儿来替白棋看看 吃在这儿就不用说了 吃在这儿的话 这个不交换 如果吃在这儿 这样虽然白棋不把这个打吃交换 等于黑棋这边呢 他这儿打了以后 白棋还可以做个演 黑棋在这边是拿白棋没办法 但是有了这个子以后 下一手他从这儿一冲 然后一粘 这个提示先手 也就是说白棋一粘的话 他从这儿断上来 白棋在上面这个形状 也是一个崩溃之形 所以关键的在于 就是黑棋他不是说 一定要吃掉这块棋 而是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你白棋其实要让他达到这个上下无法兼顾的状态 黑棋的意图就是你活这边 那我在上边 我可以有这种依然是非常严厉的手段 那白棋还是不成立 白棋还有其他的下法吗 当黑棋靠一个的时候 也就是说 其实他挡住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摆的这个几个变化图 被黑棋这么一打吃 他白棋就不行了 当然 还有吃这个没有给大家介绍 如果吃在这的话 黑棋打吃 走这个 其实这个图是大同小异 黑棋这样走了两手以后 他还补掉了这个断点的问题 然后再从这边 还是刚才一样的结果 就是你这有眼可以 但是呢 我下一手棋从这一拖 然后把你这个另外的一只眼灭掉就可以了 因此 因此 黑棋靠一个 我们再来看 如果打吃这个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黑棋就 缠住 这边白棋现在是不敢断了 还是只能补这个自己的 这三个子 如果你不走 被黑棋贴出来了 你补完完以后 黑棋还是一样 他可以护过来 这个打吃呢 基本上依然是先手 否则有这个断点 黑棋他次取好一点 可以先走这个 来不及断 来不及断 补上 黑棋再自补一手 也就是下一手冲和拖一个 那么白棋他不可能 把这两个眼做全了 由此看得出来 黑棋这一靠 可谓是 一石二鸟的好棋 白棋有没有其他的抵抗 实战呢 白棋从这边断上来 其实 我们看这个柯杰的棋 会发现他很多时候 这种手段他用的是 非常的擅长 这大概是因为 柯杰这位棋手啊 他的计算力是 非常的强 在 应该说在柯杰成名之前吧 他一直是处于一个 比较低调 或者说比较默默无闻的 一个年轻的棋手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 就在其的成绩上 达到了一个爆发 这其实也是因为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从量变到质变的 一个变化 据说他此前在这个 网络上的对局量 是非常惊人的 而且在他在这个 出成绩的之前的一段时间 在网上的胜率 达到了非常高的 这么一个概率 所以他出成绩 是应该也算是 理所应当的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 想告诉各位齐有 其实柯杰他的这个力量啊 很多很大程度上 是通过 以实战的这种方式 来训练自己的 接着我们再看 白旗断上来 黑旗怎么办 黑旗打吃 然后团住 白旗跑 因为现在白旗你走这边的话 他就把这两个子抱吃 下一步这一般 这一块被吃掉 也不能接受 但是现在如果 不跑这两个子 把这个救回来呢 黑旗又可以把这个一退 等于这块旗 他还是不火 其实这个时候 大概 直白的米玉亭 已经意识到了 情况 恐怕是无力回天了 更多的只是 在这个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吧 再顽强一下 所以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 在这个看高手 他们的对聚里面 很难看到 嗯 能够 有一方会 在一瞬间 被对方给 击垮 尤其是这种 嗯 黑旗这种 实战的靠一个 这样一剑封猴的棋 所以这盘棋 其实很难得一剑 主要还是因为 两位棋手的风格 都是 嗯 倾向于这个 栗战型的 所以一旦 发生这个 战斗的话 就很容易出现 像实战这样的情况 好 那恐怕这盘棋 黑旗赢的话 更多的是 因为 柯杰他在这个 计算上面 更胜一筹 这样我们看到实战呢 黑旗这么 冲出来 这两个子 虽然被白旗吃掉了 但是 白旗付出的这个 代价是 极为的惨重 再这么一贴 我们看到 黑旗他都不是 从这吃的 他是 要求 最大化的 把你吃掉 所以在任何时候 我们看到 棋手他们下棋的时候 并非是觉得这个 见好就收 而是 在 当下局面 他们仍然是 要追求一个 比较好的这个下法 或者说是 比较高的效率 这一点似乎 与计算机的这种 计算方式不一样 那 人工智能 他在下棋的时候 尤其是 我们看了 有几盘棋 他在关子的时候 会下一些明显的 这个低级的失误 或者说是 损不得起 但是他的 这个计算 运算方式呢 是以 胜率为基准 就是他这样算 虽然亏了 可是呢 他觉得 我最终的胜率 依然是达到了 这个 迎期的标准 那即使 亏一点 也没关系 这就是 应该说是 计算机 与我们人类 思维不同的 这一点吧 站在人类的角度 或者说 站在这个 以这样 苛杰这么 一个水平的棋手 他们更多的是 要追求自己 对棋上的 这么一个 更高的要求吧 也是 对维棋 应该说是 心存一颗敬畏之心 无论如何 无论何时 都是要求自己 做到这个 最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相比之下 那 计算机它是 纯粹的是 以数据说话 而人类呢 它的优势 就在于 是一个 偏向于 感性 同时呢 也是具有 理性的一面 基本上 实战黑棋跳架以后 这个棋 把这块棋吃掉 黑棋的实力 已经是 大幅度的领先 所以奠定了 这盘棋最终能够 中盘获胜的一个 关键吧 总之 让我们欣赏到了 黑棋 这个靠一个 这部棋 非常精彩的 一个计算 奠定了这个 盛世 一键封喉的 下法 包括 其中的 这些种种的 变化 当我们把它 一一剖析出来之后 就会对这个职业棋手 应该说是产生 更加深厚的 这个敬意吧 好的 各位棋友 今天的棋局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各位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棋四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盘棋是 2016年 三星杯决赛 三番棋的第二局 对局者的双方呢 都是我们中国 现在 应该是 顶尖的 这个超一六棋手 黑棋 陀嘉西九段 白棋 柯杰九段 在此前呢 三番棋的首局 是 陀嘉西 先下一城 因此第二盘棋 对于柯杰来说 也是一个赛点 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中后半盘 看似双方是要开始这个收关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白棋在围绕右下角这个局部呢 又下出了非常精彩的这个下法 首先要给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这个局势 这边搬下来很大 可是白棋 他暂时还不敢这么直接的搬 如果走下来 白棋自身还有断点 白棋可以 黑棋可以从这里断上来 如果你打吃 黑棋就接上 如果冲一个的话 黑棋就挡住 这样杀器的话 黑棋 它可以从外边 长气 白棋一二三四五 五口气 黑棋呢 因为把这个头拐出来以后 白棋它封不住它 贴的话就跟着长 再摆两手 这样子 再贴 再长 走着走着 就会发现黑棋的气越来越长 而白棋还是没办法把黑棋给封住 也就是说直接搬的话 由于黑棋有这个断点 所以白棋这个搬下来 还不成立 可是这个搬下来的价值呢 又非常的大 白棋怎么办呢 假设 假设 只是把自己的这个 断点补上 那这个木树 从白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并不占优势 如果这样走的话 黑棋 把这个退过来 这样白棋 未必就能够确保这个棋 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结果 实际上呢 白棋 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点 实际上是包含了杀鸡 如果黑棋粘住 那么 问题来了 白棋现在它就可以搬下来 有了这两手交换 跟刚才的这个图 完全不一样 如果黑棋断 白棋就打吃 这个区别在哪儿 马上就能看出来了 再一段 等于是白棋能够尝到 跟黑棋粘交换 这样呢 黑棋再出头的时候 白棋就可以 从这边跳加过来 白棋的气不变 依然是 一二三四五 五口气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 黑棋能不能尝出 五口气 冲一个 白棋就退 再冲 挡住 黑棋一二三四 所以如果说 黑棋粘住的话 那么就中了白棋的圈套 它就可以把这个扳下来 而黑棋不敢断上去 所以我们看 从这个局部来看的话 职业棋手 他们的每一步棋 其实都是暗含杀鸡 稍有不留神的话 就会中了对方的圈套 而这步棋 巧妙就在于 它让黑棋很难办 实战呢 黑棋提掉 他想补掉这个扳下来 白棋直接冲的话 冲那边 黑棋就硬那边 实战呢 白棋 先沾一个 问一下黑棋的这个硬手 其实这个时候 黑棋如果提掉的话 应该就不 没有像后来的这个结果 这么复杂 大概也是因为黑棋想 这个 把问题补补干净 所以其实反而造成了 多此一举这么一个局面 他先 小间 这样他以为白棋接住之后呢 等于就 再冲 黑棋挡住 就没有刚才 这个两个断点了 那实际上 事情并没有 黑棋想象的这么简单 白棋先跑一下 这个跑黑棋只能从这吃 走这个的话 被白棋一场 两边杀气气不够 吃过来 其实我们在这个 节目当中是多次介绍到了 柯杰的气 之所以能够找到 这么多这个柯杰的 精彩的片段给大家分享 一个是因为 它的对局量本身就非常多 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因为它是此时 应该说是现在棋界的 这个棋坛的第一人 那么 站在第一人这个角度 必然会 涉及到参加非常多的赛事 因为它很多赛事 要进入到这个 决赛半决赛 所以给它的这个对局量 是非常多的 我们最近可以称它为 这个空中飞人 它的这个赛程是很满的 基本上如何 这个判断 它是否这个 一个棋手是否是大牌 你就可以从它进去的 这个出场率 能够看得出来了 在这样的一个 条件之下呢 确实柯杰很多的棋 尤其是在中盘 这些阶段 能够有让我们 意想不到的这些 非常精彩的手段 和应该说是 计算也是非常惊人的 这样的一些好的招法 给到我们 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分析 和分享这个 职业高手的对局当中 这种闪光点 然后我们再看实战呢 白棋跑一下 黑棋吃过来 当然现在这个吃 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可是如果这样走的话 被黑棋断上来 这两者之间的木树 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不是白棋想要的结果 白棋先沾 白棋在这个沾之前 他先交换一下 这也是确保后来的这个 进程万无一失 好 白棋这个思路 其实非常的清楚 我们也可以以此为借鉴 如果说 刚才我们摆的这个单瞻的话 你再下一步 再想尖刺 有可能你就走不到了 因为白棋他已经 把这个断点补上了 这手棋就只是纯粹的一个木树 但是你在 补回自己之前 先尖刺一个 这个次序就很重要 这样的话 黑棋如果不走 被白棋断上来 等于白棋省了一手棋 我们都知道这个 围棋它其实就是一个 讲究效率的游戏 所以你的子效越高 那么你的最终 获胜的这个几率也就越大 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的这个 围棋的谚语 金角银边草肚皮 由此而得知 其实我们在任何这个 刚接触围棋的朋友 都会听到这么一个 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围棋的谚语 他的棋里 用简单的方式来阐释 就是如果说你要围一块空 那么你在脚上和边上用的子力 会比在中间用的子力会更少 这其实就是在强调一个效率的问题 围棋最终是以 唯空的得地者多而胜 而不是像这个 国际象棋和象棋 最终是要吃掉对方的这个 最大的那一个头目 来达到最终的胜利 这两者之间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那话又说回来 现在呢 白皙先尖刺 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 可以起沾 有些时候 我们其佑也会试着去 向这个高手他们学习一些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的 保留的艺术 还有就是次序如何去掌握 这些东西 我们很难从一些高手 他们对局当中的一招一式 里面去模仿去学习 因为千古无同举 那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这些下法当中 不断的来提醒自己 不断的来培养自己这种感觉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这样的一种 养成这样一种思考的方式 因为任何其我们去学他的 招法的话 都没有办法在实战当中 能够达到一个绝对的运用 所以只有当我们充分的掌握了 他们的这样一些思考的方式 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些 骑行上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考虑 只有了解了这些方面 那么我们才在我们的自己的实战当中 能够有比较好的这样一种借鉴的可能 实战呢 白旗尖刺跟黑旗沾交换 然后再沾回来 这样这手起就变得无比的大了 因为沾回来之后 白旗这个吃它还是先手 如果你黑旗不走的话 下一步起白旗它可以从这里搬下来 如果你沾的话 这边再一打 这黑旗就出大事了 所以这手其实 巨大无比 黑旗一提 看上去以为黑旗一提这个局部就 结束了 那么白旗可能就是点次到一下而已 但是呢 实际上这可能也正是 实战黑旗陀加西的一个 计算上的一个失误 或者说 更准确一点说是 出现了计算上的盲点 因为我们说这个盲点 其实就是因为 你在一个旗行长行当中的一种 惯有的思维之下 你会忽视一些 超出这个框架之外的 这么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其实 黑旗以为尖刺了以后 就防止了这个断点 如果说白旗现在 从这边断上来的话呢 黑旗他可以这样打吃 白旗如果跑 黑旗就 再吃 白旗接上 这样就形成一个 这个接不归 白旗就连不回来了 这是黑旗 应该是在小间的时候 考虑到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边即使被你尖刺到一下 也无关紧要 可问题就在这儿了 白旗如果想要断掉黑旗的话 它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 假设这个时候 给大家出一道题目 告诉大家 现在白旗的下一手旗 可以把黑旗的这个子断掉 那我相信 大多数的旗游在一定的时间内 都可以下出这个正解答案 关键就是 这是在实战的时候 没有人会进行这样的提示 那么能否看见这样的旗 就凭借你对旗型上面的一个熟悉的程度了 实战呢 白旗的下一手 这一靠 奠定了这盘旗的 胜利的这个结果 靠一个的话 黑旗这一冲 白旗一挡 黑旗吃的话 白旗再一沾 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黑旗如果吃白旗这一吃是带响的 所以 当白旗一靠 黑旗就只能沾上 被白旗断掉 成功的断吃掉这一下 获得了非常大的目数 达到这盘旗的胜利 好的各位旗友 这盘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